现在我来利用 刚才教的 元件的复制 来做楼梯 我现在 加一个 我这里要做一个楼梯 楼梯应该是 每一个台阶 每一个面应该都一样 这一阶 的这里高度 跟这里高度都一样 这里的长度跟这里的长度都一样 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这里一定要 用成元件 我们先随便 拉一个 方形 再把它 靠这边 贴起 其实不用贴起也没关系 反正卡在里面也看得到 看不到 我们先把它 直接贴起 好了 好 比如我要做八接 好 一样这个一定要转成元件哦 好 转成元件之后 来 好 用移动工具 好 我 我 用这一个点 好 好 按 Ctrl一下 它会贴起这边这个点吗 好 好了 好了 乘以 八接嘛 我这里原来有一接九七 所以我乘以七 有没有 它就自动帮我复制了 对不对 好了之后 你要特别注意啊 我先用Shift把它加起来 我先把这里先夹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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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做一个立体的形状 好 来 你注意看哦 缩放它基本上跟乙拉的操作很像 好 只是它这里格子变得更多了 所以你看看 一样嘛 对角线是等比例嘛 对不对 不管是哪一个对角线是等比例嘛 好 可是你如果是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子啊 好 它这个比例就跑掉了 好 所以这边就是拉长嘛 这边就是拉高嘛 好 一样 如果你是这个对角线就变成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比较少用啦 应该是这个 好 好 或是等比例缩放嘛 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 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哈 来帮我们 好 我们就是 缩放 第一个 先把它这变矮嘛 贴起它嘛 再来 这个哈 这应该是从这边 好 有时候这样子后面看不到 我们就利用这样子 好 把它变成线框而已 好 所以我头尾都对到了 有没有 它现在是像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这里间去是都对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怎样 把它往后退一格 好 所以我们量这里 来一格是多少 好 糟糕 这是 好 我们按 把它复制起来 好 这个测量工具很简单 你要测量哪边 你要测量哪边就是从 这个点点一下到这个点的终点点一下 好 好了之后 然后 我们一样把它 刚才应该把它群组起来的啦 不小心按它这个 填射工具 糟糕 怎么这么 好 我们把它 好让它移动 往这边移动 刚好 它这个可以 因为我们用这个点 好 它可以靠这条线就刚好 所以不用 不用直接用输入的 这样子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这样子就很漂亮了 对不对 好 这个也可以不用 好 因为楼梯直接卡上去了 好 所以这样子楼梯就做好了 好